尊敬的德卡罗市长 尊敬的卡伯扎校长 亲爱的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市长 校长和活动组织者的盛情邀请 但是由于我的公务安排 使得我这次实在无法实地复访你们的学校 无法现场观看同学们的精彩表演 我深感遗憾 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面对面进行交流 大家知道意大利和中国是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 友好交往远远流长 早在1986年 巴黎市就同中国广州市结为了友好城市 这也是第一个同广州结为友好城市的欧洲城市 我相信巴黎市在德卡罗市长的带领下 将同广州市在经贸 教育 教育 科技 文化 体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谱写我们两国地方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我知道 圣尼古拉学校是巴黎市第一个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 开启了中文教育的先河 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相信圣尼古拉学校将为巴黎市乃至普里亚大区的中文教育 打开一扇新窗户 开辟一片新天地 并培养出一批新时代的马可波罗 圣尼古拉学校的中文课程 开设于疫情期间 我要特别感谢德卡罗市长的大力支持 感谢卡伯扎校长的远见决策 我要感谢陈倩老师等教职工的辛勤努力 你们面对挑战 克服困难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线下教学 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为同学们学习中文 了解中华文化 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 我还想对家长们说 让你们的孩子开始学习中文 就是为他们的未来 带来更多的新机遇 我相信 学习中文 是了解中国的最好钥匙 同学们虽然刚刚起步学中文 但是 我能看得出来 你们对中文学习充满了热情 体现了意大利年轻人 包容开放的心态 和了解 掌握其他文化的强烈愿望 我深信 接下来同学们的表演 一定会很精彩 我先为你们点赞 今天 同学们将演唱 茉莉花 这是中国南方的一首知名传统名歌 一百多年前 意大利大师普吉尼 将茉莉花融入歌剧图兰朵的主旋律 成就了一部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不朽之作 又是一年 种下衣食 茉莉花开始 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相信同学们 会持之以恒 学好中文 用中文这把钥匙 开启探索中华文化的大门 并成为促进中意友好的 新的民间使者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也是世界的未来 让我们共同努力 用中意文化滋养未来 让中意友谊心火相传 谢谢大家